在动画第220集中,秦晨通过威逼利诱,不仅得到了苦运之的下落,还顺手将斗篷人设为奴仆。 为了防止斗篷人心生二心,秦晨在他的身上设下一道静止,此静止名为天眼镜术风魂诀。 只要秦晨意念一动,斗篷人的灵魂便会立马崩碎,因此斗篷人只能乖乖听秦晨的话,眼见斗篷人收心。 秦晨立马掏出五品疗伤单,让斗篷人恢复之前的伤势,眼见秦晨掏出五品疗伤单,斗篷人便彻底拜扶了。 他万万没想到,秦晨不仅仅是一个五阶的阵法大师,而且还是一个五品炼药大师。 更重要的是秦晨仅仅只有16岁,于是从这一刻开始,斗篷人打心底认为秦晨是自己的主人。 两人恢复了一段时间后,秦晨便打算收起阵法准备离开,炫魔教的一批高手便赶到了现场。 炫魔教的高手打算策反斗篷人,让他不管秦晨之事。 不过身受静止的斗篷人自然不会坐视不理,由于斗篷人才刚刚受到秦晨的静止,所以内心之中还有愤怒。 为了泄愤斗篷人朝着这些炫魔教的高手攻去,炫魔教所来的五位高手,大部分皆是五阶中期的五宗。 其中的血英长老更是五阶后期的五尊,他们之前便在古南都见识到了秦晨的实力,所以一出手便是全力施展。 斗篷人见状立马上去阻止血英长老,两股恐怖的力量立马碰撞在一起。 炫魔教的血英长老立刻感觉到,自己的黑色雾气在斗篷人的攻击下,竟然层层破裂。 这时血英长老才清楚,斗篷人究竟有多强大,眼见自己无法打过斗篷人。 于是血英长老掏出一个云帆宝物,斗篷人的攻击打在云帆上,丝毫没有反应。 原来此物名为天魔帆,乃是血魔教的至宝。 即便这是一个赢品,也不是斗篷人所能撼动的,斗篷人眼见自己无法降服此物。 于是便向秦晨求救。 秦晨此时虽然被四位五阶中期的武宗包围,但他却丝毫不慌。 只是淡淡地说道,连这几只小小的蝼蚁,你都解决不了。 我现在正怀疑,把你收作奴仆。 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? 秦晨此话一出,便激怒了血魔教的一众高手。 他们立马便准备前去击杀秦晨。 便见血魔教的一众高手即将靠近,秦晨立马释放出清廉血灵火。 在清廉血灵火面前,血魔教高手最引以为傲的黑色武器,根本难以抵挡清廉血灵火。 更加恐怖的是,在清廉血灵火的背后,还飞出了一群赤金色纹路的黑色虫子。 这些虫子在瞬间便将血魔教的四位高手包裹成虫球。 在火炼虫的吞噬下,这四位血魔教高手瞬间便成为了灰烬。 看见这个荧幕的血英长老眼睛都红了,于是操纵起天魔帆便向秦晨复仇。 只见天魔帆的体型暴涨,那黑色的魔器几乎将天空都遮盖住了。 在魔器之下体内真理都会受到影响。 就在血英长老准备操纵魔器,将秦晨包裹住之时,秦晨催动清廉血灵火将魔器阻隔开,并将这些魔器消融。 就在血英长老好奇为何秦晨能将魔器阻隔开时,他才发现自己已经身处秦晨的大阵中。 眼见血英长老已经走到绝路,于是秦晨便让斗篷人黑奴去杀了血英长老。 血英长老知道自己已经走到绝路,所以赶紧用自己的精血去祭练天魔帆。 不过血英长老的计划并没有如愿,反而还让秦晨用雷霆血脉收走了天魔帆。 失去一切手段的血英长老,自然成为了秦晨的阶下球。